没有爱的婚姻,最终毁了两个人,戴安娜王妃出车祸去世,查尔斯七十多岁都做不了国王。 如果当初查尔斯能早一点对戴安娜王妃澄清,也许他们还能结束这场婚姻。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戴安娜王妃是查尔斯的原配妻子,在她去世后,查尔斯开始追求卡米拉。 定向她求婚,不过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并不打算结婚。 在戴安娜王妃还在世的时候,她曾告诉人们,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婚姻,和卡米拉有过一次正面对峙。 戴安娜当时向卡米拉挑明了态度,要她离开查尔斯,卡米拉一点都不为所动,态度强硬到把戴安娜王妃给弄哭。 1989年,卡米拉的妹妹安奈贝尔举办了一个生日派对,查尔斯和卡米拉一起到场, 这一幕被悄悄赶到这里的戴安娜王妃看见了,她把卡米拉喊了出去,要她放过他们的婚姻。 卡米拉却对她说,你已经和查尔斯生了两个孩子了,还想要什么? 当时才二十多岁的戴安娜内心很脆弱,她晚上回到家难过到一整晚都没睡着。 卡米拉当时是有夫之妇,还公然和查尔斯出双入队,她在被戴安娜王妃带到后,竟然依旧是那么自信沉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说明她当时骨子里依旧是自信的。 然而,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她和查尔斯能正大光明地走到一起后,她却对查尔斯说只想做她的女友,她不想结婚,是因为戴安娜王妃做的事情让她不想结婚。 戴安娜王妃看到很难赶走卡米拉,就想在BBC采访中批评卡米拉,想这样赶走她,还出版了一本自传,在里面谈到了查尔斯和卡米拉之间的事情,结果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戴安娜王妃被王室劝离婚了,卡米拉和查尔斯复合了。 由于戴安娜王妃公开了卡米拉的事情,卡米拉五年都没有出门,一度神经紧张,非常害怕和人接触,就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 她受到的打击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她宁愿继续做情人,也不愿意和查尔斯结婚的原因。 舆论压力压在了卡米拉的肩上,让她再也找不到当初的自信。 查尔斯却完全get不到卡米拉的紧张,她一直都在跟她求婚,最后她打动了她,可是卡米拉却在结婚当天早上害怕到不想起床,据称是四个人把她从床上给哄下来的。 任何人举办婚礼前都会有点小紧张,可卡米拉的紧张却是因为不自信,她的这种心理在众人面前表露无疑。 在温莎市正厅的门口,卡米拉和查尔斯接受了来自英国人的祝福,台上的卡米拉脸上的表情写满了尴尬,紧张和不自信,查尔斯则完全不一样。 哈里王子作为戴安娜王妃的儿子,看到父亲和母亲的情敌结婚,她的心情本应该是凝重的,但当天她和威廉王子一直都很开心,哈里王子向卡米拉头上砸花瓣时都要笑开花了,和卡米拉脸上尴尬的表情形成了仙宁的对比。 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婚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她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那么隆重的,戴安娜王妃结婚时戴了王冠,而卡米拉结婚只戴了羽毛帽,后者的婚礼也更低调,这是在英国王室的要求下这样办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卡米拉的身份备受争议。 如果卡米拉之前能低调点,也不至于在随后成为众矢之地,她结婚时紧张到手足无措,满脸写满尴尬,这种状况都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 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在婚礼现场能表现得如此沉着冷静,是因为他们知道卡米拉以后都要活在母亲的阴影中了。 此外,在早前,英王室本来寄厚望于梅根,希望口才好的她能成为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之一,对凯特王妃却非常的冷淡, 在威廉王子刚刚认识她的时候,王室成员希望她只是一个威廉生命中的小插曲,最后是深情的威廉王子把她带入了英国王室,才有了今天的凯特王妃。 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音,凯特王妃和梅根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以说,梅根的面很好,她在一进入英国王室时,就有了自己的声音,而凯特王妃在十年后,才有了和威廉王子同样高的地位。 在凯特王妃进入英国王室的前几年,英国王室一直都称她是威廉的妻子,后来她才有了自己的身份。 梅根和哈里王子交往了不到两年,就嫁入了英国王室,凯特王妃却在十年后才嫁进来,威廉王子也许是迫于压力才这样做的。 据称在他们交往期间,王室希望威廉王子只是和她玩玩看,定不希望两人公开这种关系。 据英国媒体每日快报报道,王室传记作家安德鲁·莫顿称,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交往初期,英国王室成员都希望,在威廉王子离开圣安德鲁大学后,她会和她分手。 说到底,是因为凯特王妃没有突出的履历,没有绝佳的口才,她的母亲曾做过空姐,英国王室很现实,不代表威廉王子也像他们一样现实。 一毕业就分手,显然不是威廉王子的作风,她一直和凯特王妃在交往,甚至瞒着英国王室成员。 威廉王子因为知道英国王室成员的想法,所以她一直都对他们保密,在他们面前,她从来没有说过她要娶她。 哈里王子当时是英国王室唯一支持哥哥的人,她对凯特王妃真的是非友好,不过这却成了哈里王子和威廉王子闹僵的一个原因。 据称哈里王子在和威廉王子争吵的时候,经常会说哥哥威廉王子没有感恩之心,我那么支持你的妻子,你为何不支持梅根,这成了他们矛盾的根源之一。 威廉王子在哈里夫妇订婚前,曾建议他们在交往一段时间,这句话让哈里王子感到绝望, 她当时就直言威廉王子对她不公平,因为她很支持她的恋情。 凯特王妃却一直很感激哈里王子,在她和梅根离开英国王室后,她一心想要修复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之间的矛盾,却不料梅根在中间阻拦使不上进。 当时的英国王室把凯特王妃当透明人,却把梅根当宝贝。 在梅根嫁入英国王室前,他们安排了她和母亲多利亚的英国王室之旅,见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还有其他的王室成员,两年不到就见公婆和曾祖母。 梅根显然比凯特王妃更幸运,这可是独一份。 卡米拉给梅根的关爱也更多,在凯特王妃进入王室前,她据称是最反对的人,而对梅根她非常喜欢,曾在公开场合握着她的手,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家人。 随后,英国王室又对梅根为以重任,给她安排了超多的工作,目的就是想要借着她的女权主义的招牌和出色的公关能力改善王室形象。 然而,英国王室成员没有想到,梅根独树一致,不守规矩,凯特王妃更隐忍,更恪守王室规矩,最终成为了这里的活招牌。 英国王室的现实败给了凯特王妃的努力,她才是真正合格的王室女主人。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人心都是肉掌的,在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哈里王子和威廉王子应该有着很深厚的情谊,现在他们的感情说断就断,这真的要赖梅根吗? 哈里王子和威廉王子是亲兄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英国未来的国王,后者只能担任一个辅佐性的工作,因为英国王室的法律已经规定了继承的顺序,所以这是既定的事实。 如果威廉王子成了英国国王,他会继承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大部分财产,也会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很多资产,他的资产会发很多倍,而且他除了继承他们现有的资产,还将从他们所拥有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和康乌尔公爵领地,获得几亿的年收入。 这可让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差距拉大了,也就是说哥哥作为国王获得了整个家产,而哈里王子不会分到一分钱,还要做一生的配角,他也真是悲惨,说实话这规矩是该改改了。 在小的时候,哈里曾被称为派对王子,这是因为威廉王子经常叫他一起参加派对,可在媒体面前,威廉王子却抽身逃跑,留下他一个人面对媒体。 喜欢流连于风花雪月的场合,经常喝个乱醉,这因此成了哈里王子身上撕不掉的标签,为此哈里王子曾生气地对哥哥说,你是我的亲哥哥,为什么你每次都把我当幼儿,却从来不曾为我澄清事实? 威廉王子当时是英国未来的国王,是查尔斯和女王手心里的宝,所以他十分任性。 后来,随着凯特王妃的加入,哈里王子在王室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他曾戏称自己是威廉·凯特的电灯套。 因王室工作的分配也是很现实,威廉夫妇成天和国家领导打交道,哈里王子却只是在非洲做动物保护形象大使,这悬殊还真的很大。 其实说到底,雷根才是劝说哈里离开威廉王子和英国王室的人,一个八线迷心能嫁给一个英国王子,还能够为赚钱不顾形象,他确实不是一般的狠角色,可哈里王子才是真正做出这个决定的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